迷雾之间六 人生加油站 星云大师柱 朗读嘉宾 陈子莹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标题是 睡精 适当的睡眠是休息 休息不一定是懈怠 休息是为了要更精进的意思 人要吃饭才有力气 身体的结构 尤其眼睛也要休息 眼睛以睡眠为时 但是不当的睡眠 睡得过多 则是懒暴 是不好的习惯 人的一生 正常的睡眠时间 沾人生的三分之一 可见睡眠的重要 但是有的人想睡 睡不着 每晚在床上辗转反侧 直到深耕半夜 了无睡意 第二天起床 没有精神工作 可说 痛苦不堪 在佛教里告诉我们 睡眠前可以灌洗 至少要洗脚泡足 促进血月的循环 就能容易入眠 或者观想光明 默念佛号 不要让悠凡的事情入心 便容易入睡 在床上静坐五分钟至十分钟 等到心情平静以后 再躺卧而睡 这也容易入眠 睡眠的地方要保持空气流通 温度适宜 床入厚薄适中 如果无法入眠时 可以轻柔细声地用七音调念佛 或者用手指轻轻地在耳边 脑额 抚摸十秒至二十秒 如此也能够帮助入睡 如果因为外境的声音 干扰睡眠 不必讨厌 用心随着声音起伏 例如时钟滴答 滴答 你不妨集中意念 跟随时钟滴答 滴答 也能很快入眠 如果还是无法入眠 你可以倒数数目 从一百 九十九 九十八 九十七 九十六 九十五 数到一 在周而故事 要均匀 不可停留 不可错乱 让思想集中 精神合一 就能容易入睡 或者播放一段新音乐 也容易走入梦乡 睡眠也不宜太多 每天应该让身体有适当的劳动 但不要太过分的思虑 因为思虑过多成为妄想 除了适当的脑筋思虑 思想活动以外 身体的劳力作物也能平衡发展 尤其到了该睡眠的时候 身心都要放松 让他真正休息 自然很快入眠 所以身体的劳作 活动 包括食花溢草 打扫清洁 漫步急行等 这些都是白天为晚间睡眠做好的准备 如果晚间可以阅读古籍点章 学习外国语文 苦思工作计划 有时候碰到重重难关 走带突破 当无法冲过时 也容易入眠 人最好不要熬夜 经常熬夜成为习惯 当你想在正常的时间入睡 当然就难上加难了 难以入睡的人 都是因为生活起居作息不定 或者思虑过多 精神衰弱 妄想颠倒 假如我们忘记境界 忘记是非人我 发心睡觉 让睡眠成为定时习惯 早睡早起 心思单纯 工作有序 那就不怕不能入眠了 如此睡精 不知大家会议否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有声书香